有民眾開車行進高雄橋頭金五路的時候 遭到陌生人攔車 擔心對方心懷不軌 因此加速開離 並且到警局報案 另外在岡山成功路附近的平交道 由一名男子騎單車 把原本放下來的柵欄抬起 穿越平交道 結果遭到迎面而來的新自強號撞上 當場死亡 一名男子騎著單車雷到了平交道前 這時柵欄已經放下 但他直接把柵欄抬起來 接著穿越平交道 結果遭一命而來的 133次新自強號撞車重盛 當場死亡 警方道場進行交通管制 而這起事件就發生在18號晚間7點多 高雄岡山成功路附近的平交道 直到9點多才搜證完畢 造成不守撞車因此延誤 影響眾多的旅客 令外鏡頭轉到橋頭 駕駛開在近五路上 一名男子站在馬路中央 朝著他的車子走上前 還伸手藍車 嚇得駕駛趕緊加速死離 他手上好像真的有點重點 碰到這種狀況 加速 駕駛與乘客會這麼緊張 就是因為在網路上瘋傳 當地有男子會藍車攻擊人 擔心對方心懷不軌 立刻開網警局報案 好險事務會議場 但由於男子站在馬路上藍車 已經妨礙交通 將依法開罰12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的罰還 罰錢失效 如果發生交通事故 或果不堪設想 就往孟廷講胡說 在高雄的採訪報導